你好 欢迎收看1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花莲县长徐真伟协同立委傅昆奇 前往慈云宫 盛南宫 仁丽万善庙 天祥祥德寺以及城隍庙等地参拜祈福 发送独特的兔来运转福袋 给予前来走春的乡亲们 农历当年初一 正式民众前往公庙参拜的日子 现在徐真伟协同立委傅昆奇 先是前往千丰村 仁丽万善庙来参拜祈求兔年 秀营昌龙 随即 并且前往静南向福兴村 智云宫来参拜礼山老母 新众们前往走春参拜 现在徐真伟也发放福袋来向大家祝福 真的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大家 孩子越来越大 我们大家都澄清细爽 而且在新春的期间 悟到平安 悟到新年快乐 祝福大家一整年 一整年都能够心想事成 健康快乐 失业宏图大宅 小朋友快高平安长大 前途光明 祝大家 谢谢 那年年要记得常常到我们的成余宫 回来 拜拜 回来跟妳母娘撒撒娇 我每年和昆奇也都在这个母娘这边 这个一早就来上香 我想这就是 让我们心安平安坐时顺顺利利都会安安 云平安顺顺利利 玉兔云村 那我们今年的兔年呢 好好的呢 可以大发力士 圣南宫主委有坚持表示 这次公庙准备了三千个福袋 来发放给前来参加的信仲们 希望马祖能够为大家保平安 今天是我们的大年初一 我们圣南宫有准备了三千份的发财金 那最主要就是相当多的信仲 报名的相当的踊跃 那欢迎所有的信仲都能够 力临这个圣南宫 南海四街102号 那欢迎所有的这个信仲都能够在新年 来我们圣南宫来做这个走春的活动 那新的一年祈福能够这个得到妈祖的护佑 那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希望 来年都能够顺利 那疫情结束了 那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庙宇走走 无间日陪同的新南徐宗伟 立委福坤起 率领着圣南宫内监士们来向马祖参拜 寻求花点仙音昌隆 国泰民安 参拜之后 继续回到圣南宫前广场来放福袋 来祝福大家兔年型来运 记得绝望一见像不倒